同学们好 继续学习第十章 那上节课是谈到权益工具金融负债的区分 继续看这部分内容 第四是或有结算条款 那或有结算将来可能结算 也可能是不结算的呗 或有结算 这种情况呢 到底划分为权益工具金融负债 那一般的情况下 要把它划分为金融负债的 你就本招出为什么样的情况下 说最终结算时 这个企业该破产清算了 并且呢 它跟普通股类似 说别的那些什么优先股等等 该偿还完的都偿还 该负债还都还 剩下它是它跟普通股 那这种情况是权益工具 否则一般的就把它作为一种金融负债 我们具体来看 对于富有或有结算条款的金融工具 发行方不能无条件的避免交付现金 其他金融资产 那这种情况就要分类为金融负债 你是无条件的能避开的可以 不能无条件的避开的金融负债 然后说有例外 有例外呢 就是说特定的情况下可能是属于权益工具 这种情况要求非常苛刻 这例外就说只有在发行方清算时 破产清算了 才需以现金来进行支付的 那你要是破产清算了 同样普通股这一项股东你要偿还啊 我们先把资产偿还债权人 然后最后呢就是普通股股东啊 那如果说货有结算条款说 只有在清算时你才还现金 那可以作为权益工具 不是这种情形 金融负债 我们看例七 甲公司发行一亿元优先股 按合同条款约定 甲公司可根据相应的意识机制 自主决定是否派发股利 如果甲公司的控股股东发生变更 假设该事项不受甲公司控制 说甲公司必须按面值赎回该优先股 那咱们就看看甲公司能不能避免 将来支付现金这件事情 那如果甲公司的控股股东发生变更 这个事项甲公司控制不了 那当然他就可能会发生变更 发生变更 你就得把优先股赎回要交付现金支付现金 那这种情况是个货有结算条款 你就只能把它分类为金融负债了 就是你不能无条件的 避免赎回股份 避免交付现金的要义务 那就是金融负债 所以或有结算条款 他要说没有特别说 必须在清算时怎么怎么样的 那你就金融负债就完了 因为你避免不了的 还是围绕着负债的定义 再看第五 结算选择权 就是对一件事情结算时 选择有选择权的情况 同样你还是围绕着 说能不能 避免交付现金 你要能避开的话 权益工具避不开 这种或有 这种结算选择权 那也是金融负债 对于存在结算选择权的衍生工具 比如说合同规定发行方或持有方 能选择以现金金额 或以发行股份交换现金等方式 进行结算衍生工具 那发行方应当将其确认为金融资产 或者是金融负债 当然 一般你收钱的这一方 像借银行存款带方衍生工具 那就是负债呗 那你付钱的一方 那就借衍生工具就是一项资产 他说的这个问题 但所有可供选择的结算方式 均表明该衍生工具 应当确认为权益工具除外 剩余的一些情形 一般都是金融负债 那另一方就是金融资产 第六 合并财务报表中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 那个别报表上前面所谈到的都说的差不多了 合并报表上呢 就是站在企业集团整体你再来看 如果整体上需要交付现金或者其他金融资产来结算的 那肯定是金融负债 如果整体上能够把它避开的话 那就作为权益工具呗 仍然是就站在合并报告这个主体上来看问题 教材力吧 甲公司为乙公司的母公司 即向乙公司的少数股东 签出一份在未来六个月后 以乙公司普通股为基础的看跌期权 如果六个月后乙公司股票价格下跌 乙公司少数股东有权要求甲公司 无条件的以固定价格 购入乙公司少数股东所持有的乙公司股份 这是说一项看跌期权 看跌期权卖出吗 现在说的是乙公司的少数股东有这种权利 就是将来只要乙公司股票下跌了 下跌到一定的价 比如下跌到每股十块钱以下 你要求甲公司必须拿十块钱去买 就乙公司少数股东的股份 你甲公司要以十块钱去买 那这种情况咱们就会看到 你站在整体的角度来说 也避免不了将来就得去购买这部分股份 那整体上会交付一些现金 所以就应该把它确认为一项金融负担 你个别报表金融负担 那合并报表整体上来说 也是要回购的 也得确认为金融负担 下面第七 特殊金融工具的区分 一个是可回收工具 就将来往回买的 这可回收工具是指根据合同约定 持有方有权将该工具回收给发行方 以获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权利 你卖回去 说或者在未来某一不确定事项发生 或者持有方死亡或退休时 自动回收给发行方的金融工具 那一般的来讲 就是金融负担呗 你要回收了人给你 你得付给人现金 不可避免的交付现金了 还是围绕着负担的定义 就总的原则 你要是没有办法避免交付现金 说是其他资产都一样 那你避不开的金融负担 之后说符合金融负债定义 但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可回收工具 分类为权益工具 这是非常可可 而并不是说所有的将来都把它作为金融负债 说有时看着像金融负债定义 但是同时具有下列特征 那这几个车都得满足的 把它分类为权益工具 一会大家就会看到这些特征就显示都是到最后了 才去清偿的 那可以 有权益工具呗 那特征是怎么说的 我们看一下吧 快速看一下 第一个 赋予持有方在企业清算时 按比例份额获得该企业净资产权利 你看这跟普通股是不是又差不多 只有清算的时候才说 不是清算时那都不行啊 然后第二个 该工具所属的类别 赐予其他所有工具类别 当然其他所有工具不能说普通股那一块了 如果他再比普通股还要靠后 那这时候就麻烦了 普通股股东那就靠后了 比如说我们企业破产清算 先偿债债权人 然后有的呢比如说优先股 那等等普通股靠后 所以他呢肯定是 说那个优先股的后面普通股前面 那也基本上说 次于其他所有工具类别 靠后 既该工具在归属于该类别前 无需转换成另一种工具 且在清算时 企业资产没有优先于其他工具的要求权 你不能说我比债权人还要靠到钱 靠后 基本上就跟那个普通股股东差不多了 或者最多就在普通股股东的前面一点点 第三该类别的所有工具具有相同的特征 例如他们必须都具有可回收 都能回收 并且用于计算回购或赎回价格的公式 或其他方法都一样 基本上就说你在这个期间赚多少钱 亏多少钱跟普通股呢 比较差不多太多 第四 除了发行方应当以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回购 或赎回该工具的合同义务外 该工具不满足金融负债定义中的任何其他特征 就除这个回购 别的呢 根本就不像说偿还什么什么义务没有那个特征 第五 该工具在存续期内预计现金流量总额 应当实时上基于该工具存育期间内的随意 以确认净资产的变动 以确认和未确认净资产供应价值变动 不包括该工具的任何影响 说基本上就是赚了亏了他都承担的 就跟那个普通股股东差不多 如果这些特征都满足了 你可以把它分类为权益工具 看一下教材的历史 甲企业唯一合伙企业 相关入股合同约定 新合伙人加入时按确定的金额和持股比例入股 合伙人退休或退出时 以其持股的供应价值予以退还 合伙企业营运资金均来自合伙人入股 合伙人持股期间 可按持股比例分得合伙企业利润 但利润分配由合伙企业自主确定 自主来决定 当合伙企业清算时 合伙人可按持股比例获得合伙企业净资产 说这么个事 在这个例子里面你会看到 前面所谈到的 说符合金融负债定义 但同时具有那五个特征 他基本都满足了 所以都满足的情况下 就可以把它分类为权益工具 这划分呗 那就权益工具了 我们第二个 说发行方仅在清算时 才有一股向另一方 按比例交付其净资产的金融工具 只有在清算的时候 交付按比例交付净资产 好那这就是相当于权益工具 所以这里说符合金融负债定义 但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发行方 仅在清算时才有一股向另一方 按比例交付其净资产的金融工具 分类为权益工具 第一个 赋予持有方在企业清算 是按比例份额 获得该企业竞算产权利 那你说跟普通股差不多 普通股是一种权益工具 第二该工具所属的类别 仅次于其他所有工具类别 第三在次于其他所有工具的 类别的工具类别中 发行方对该类别的所有工具 都应该在清算时按比例 进行清偿这样一个义务 只有这些 同时的满足了 那肯定就是一项权益工具 再看下面例十一 假企业唯一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成立于14年1月1号 经营期限为20年 按照相同合同约定 假企业营运资金 及主要固定资产均 来自于双方股东投入 经营期间 假企业按照合作经营合同 进行运营 这是合作经营的 经营到期时 该企业的净资产 根据合同约定 按出资比例 向合作双方偿还 那这种情况 你就可以看一看 只有说合作期结束了 然后该怎么分就怎么分 那平时没有什么义务去偿还 交付现金 这种情况 其实就可以把它做为权益工具 第三 特殊金融工具 分类为权益工具的其他条件 一般的了解 差不多 反正要分类为权益工具 你本招就特别类似于那个普通股 清算是在说 一种净资产的行为偿还 第四 特殊金融工具 在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处理 子公司在个别财务报表中 作为权益工具猎报的特殊金融工具 在基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 对应的少数股东权益部分 那应当把它分类为金融负债 这子公司你个别报表中 作为权益工具猎报的 但是站在整体上 那合并报表 合并报表的主体 那主要是考虑是 归属于母公司这一块的净资产 所以少数股东那一部分 那就不再是属于权益了 对应少数股东那一部分 那应该把它分类为金融负债 因为这一部分实际上是 具有一种偿还的义务了 例十二 假公司控制义公司 说因此假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 包括义公司 义公司资本结构的一部分 有可回收工具 那其中一部分由假公司持有 其余部分由其他外部投资者持有 那这一部分组成 这些可回收工具 在义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 符合权益分类的要求 就当时已经把它作为权益工具 来反映了 那假公司在可回收工具的权益 在合并报表中来抵消 那肯定就没有了 你假公司自己这一块已经抵掉了 对于其他外部投资者持有的 义公司发行的可回收工具 那在假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 不应当作为少数股东权益劣势了 你要把它调到金融负债里面去了 所以在算归属于母公司的利润里面 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如果是属于 除母公司投资的这一部分 就是它发行当时作为权益工具 与母公司投资有关的这一块 不算 剩下的当时权益工具 它作为利润分配反应 我们要把它调到金融负债 那这一部分的利息 原来是分配的 比如说股利 那也应该把它反映成一种费用 算母公司净利润是要有一个扣 解释公告第七号 大家可能也都注意到 也在我们教材上体现了 说将来算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时候 你要看一看 原来子公司要是分类为权益工具的 这一部分当时没有影响到子公司利润 但是你再算归属于母公司利润时 除母公司投资者持有这一部分 剩下的应该要把它给扣除 就说到这样一件事情 因为那一部分呢 在合并报表层面 应该把它作为一项金融负债 那第八 发行金融工具的重分类 由于发行的金融工具 原合同条款约定的条件或事项 随着时间的推移或经济环境的改变 发生变化 那可能对它进行重分类 原来是金融负债分类为权益工具 原来权益工具的可能分类为金融负债 第九 收益和库存股 那一个利息鼓励利利得或者损失的处理 我们先看第一个 金融工具或其组成部分属于金融负债 那这一部分把它既当其损益 第二个金融工具或其组成部分属于权益工具 那要把它作为权益变动 我们核算的时候就要通过利润分配这种方式来处理 也就是说你不要去管它说法是利息还是股利 你得看它的性质 你不用管它说是债还是股 是这种债的 比如永续债 也可能作为权益变动通过利润分配的方式去做 那对于优先股这个股 如果它不符合权益工具的定义 符合金融负债定义 照样利息股利也要作为当期损益处理 接下来是库存股 回购资深权益工具就把自己发行的股票回购了 那就库存股呗 支付对价和交易费用减少所有的权益 库存股属于所有的权益的内容 第二个问题是复合金融工具 那有些情况下发行的金融工具 既有权益成分也有负债成分 你像我们在上一章谈到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收款里面有负债成分 有负债成分的公寓 还有权益成分 权益成分我们把它反映到其他权益工具去了 这就叫复合金融工具 那复合金融工具 有的要进行分拆 像可转换公司债券 嵌入是衍生工具 转股权 他呢和负债这一部分不是紧密相连的 可以进行区分 那就要把它进行分拆 我们分拆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先决定负债成分的公允 用发行收款扣掉负债成分的公允 形成的是权益成分的公允 这在上一章也都有举例 大家也都看到了 对于交易费用 要按照负债成分权益成分的公允价值比例 来进行分摊 那负债这一部分 进入到利息调整 权益成分这一部分 充减其他权益工具 那我们对可转换工具会计处理时 注意什么问题 大致看一看 说在可转换工具到期转换时 应终止确认其负债部分 并将其作为权益 就可转换公司债券要是转股 我们是把原来转换部分 负债账面价值全给充掉了 这也没问题 那转换这个时刻不会产生损益 当时在进行处理时 转换的这一部分负债账面价值充了 把原来的发行时确认的其他权益工具给充了 按照转换的股数带股本 那差额资本供给股本一价 就这么个过程啊 没有影响损益 然后说企业 通过在到期日前赎回或回购而终止一项仍旧具有转换权的可转换工具时 应在交易日将赎回或回购所支付的价款 以及发生的交易费用分配之该工具的权益部分和债务部分 你还是要进行分 分配价款和交易费用的方法 与该工具发行时采用的是一样的 比如说按照供允价值的比例 价款分别后所产生的利得损失 应分别根据权益部分 债务部分所适用的准则来进行处理 权益这部分记住权益 那你债务那一部分相关的利得损失 记住损益 然后说企业可能修订可转换工具条款 如果你修订这种条款了 那肯定是要把它提前赎回 要付出一个对价 跟原来不一致 就告诉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把它确认为一项损失 一般考试也不会搞这么复杂 你要是原条款改变原条款提前赎回 肯定得给人个补偿 就是你把补偿这一部分记住当期损失就完了 第四企业发行认股权 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所发行认股权符合权益工具定义 及其确认与计量规定的 那就确认为一项权益工具 其他权益工具 若并以发行价格减去不付认股权 且其他条件相同 公司债券供应价值后的进额来进行计量 如果认股权持有人到期没有行权的 那你到时候把其他权益工具 得转到资本工具的股本一家 看一下教材历史三 历史三跟上一章的例子非常的类似 我大致再看一下 甲公司13年1月1日 按每分面值1000元 发行了2000份可转换公司债券 取得总收入200万 该债券期限为三年 票面年利率6% 利息二年支付 每份债券均可债 债券发行一年后的任何时间转换为 250股普通股 简就说这里面 一份债券可以转换股数250股普通股 事前就定好了 我们一共发行的是2000份可转换公司债券 甲公司发行该债券时 二级市场上与之类似但没有转股权的债券市场利率9% 我们假定不考虑其他相关因素 甲公司将发行的债券划分为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那现在他就是一项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收款要在负债成分权益成分之间来进行分拆 先算一算负债成分的公允 然后发行收款减去负债成分的公允 就是权益成分的公允 负债成分的公允计算时是本金的限值 再加升利息的限值 我们看一看本金的限值 三年期的第三年末要付的本金200万 负债限值系数给了 然后乘以负债限值系数等于1544367 这三年的利息 每年要付的那是12万 也就是说200万乘以6% 每年相等乘以年金限值系数 三年期利率百分 就是直接给了利率9% 那这里面的系数呢 当然也会直接给我们 因为折现算限值用实际利率 那算出的结果是303755 本金部分限值加上利息部分限值 形成负债部分的公允价值184812 而发行收款一共是200万 去掉负债成分的公允就应该是权益成分的公允 把它反映到其他权益工具里面 甲公司的账务处理 13年1月1日发行可转换债券 借方借记银行存款200万 然后应付债券面值200万 应付债券面值和公允价值的差 寄到应付债券利息调整151878 发行收款200万去掉负债成分的公允 反映到其他权益工具151878 那上节也说过 不是说利息调整跟其他权益工具是一样的 两者性质不同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那是属于债券面值和公允价值的差 而其他权益工具是发行收款 和债券公允价值的差 不是一回事 所以你看开始进行区分 一部分是负债 另一个一部分是权益 它就是一项混合工具 复合工具 第二13年12月31日 记题和实际支付利息 记题债券利息时 财务费用 当然用负债的期出贪余成本 就是负债成分的公允价值 乘以实际利率9% 而应付利息是用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那面值 200万 票面利率6% 12万 两者的差额是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也就是说财务费用的数字 期出贪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我们的期出贪余成本是1848122吗 这是它的公允 负债部分的公允 实际利率 这里说没有转股权债券市场利率9% 按照9%算呗 财务费用是这样来算 实际支付利息时 借应付利息12万 代银行存款12万 再看接下来 14年12月31日 债券转换前 记题和实际支付利息 记题债券利息到14年 那14年年初的贪余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 实际利率都是9% 这会想大家都没有问题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 在13年底做这笔分录的时候 这里头代方有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那会增加债券的参与成本 那也就是说在原来的负债部分 公允价值1848122的基础之上 再把利息调整 46331 你不是代方呢 把它加上 加完之后再乘以9% 就应该是这里面财务费用的进口 它就是14年年初 债券的贪余成本 或者说你要算13年底债券的贪余成本 也可以说7初的贪余成本 就是发行时刻的公允 我们加上记题的利息 记题利息去财务费用了 减去支付的利息 那不还是一样吗 相当于加上了一个46331 一样 带应付利息14年底 面值乘以票面利率12万 差额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两者的差 实际支付利息时 借应付利息 带银行送款12万 那我们看 转换前应付债券的贪余成本 7初的贪余成本 就是公允 184812 然后在13年增加贪余成本46331 在14年底呢 又是增加了贪余成本50501吗 有这么多 说贾定制 14年12月31日 贾公司股票上涨幅度较大 股票股数上 债券持有人就可能回转股了 就把它转换了 转换时就要把债券的贪余成本 刚刚算出的1944954 全都冲掉 那这个题目是假定 全部都转换了 那全一部分的账面价值 就是发行的时候 形成的151878也要冲掉 发行股票的数量 50万 那得反映到股本里面去 所以看借方应付债券面值200万 贷方贷股本50万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剩的那部分都冲了 还剩55046 那插个资本公积股本一价 把原来的其他权益工具冲了 也转到资本公积股本一价 借方借记其他权益工具 再方资本公积股本一价 151878 然后这一块的股数就是事先定好的 你看题目 我们一般考试往往也是这样的 这是说一共发行了2000份 2000份呢 可以转换的股数每一份是250 那不就50万吗 就不像我们上一章的例子里面说 转换的股数还要考虑到没有负的利息 而实际上发生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也一般都是这样的 就事先定好了 告诉一份债券转多少股 当然考试他怎么出我们就怎么答 就上一章说没付的利息也转 而这里面就没有社交那样一个问题 一般的可能考试跟我们这个例子差不多 股数不受你利息的影响 反正债券持有者没说在什么时间转 就一定要好截止到这一天算算利息 往往不是这样 当然我们最后这笔分路 你可以说把债券账面价值充掉了 把权益工具也都给充了 一并的做一笔分路 就不分开没有任何问题 第三个大的问题 所有者权益的分类 那所有者权益现在把它分为实收资本或股本 非股费有限公司是实收资本 股费有限公司叫股本 有其他权益工具 其他权益工具就是说 企业发行的权益工具不属于普通股的 先要反映到其他权益工具 最终真正形成自身权益工具 普通股的再转到股本里面 那差额资本公积股本一家 有资本公积 有其他总额收益 然后有盈余攻击 未分别利润 这是典型的 那其实在所有者权益里面还可能会涉及到其他的 比如库存股 像专项储备 那合并报表里面少数股东权益也算所有者权益 就是这样 接下来看下面一个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属于所有者权益的有 A盈余攻击 B失收资本 C直接记住所有者权益的利得 那直接记住所有者权益利得损失是其他综合收益 也是算所有者权益 D会长准备 那就ABC 以上是第一解 进来看第二节 实收资本和其他权益工具 在这一节里面会介绍三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实收资本确认和计量的基本要求 第二个实收资本增减变动的会计处理 第三个是其他权益工具确认与计量及会计处理 我们看第一个问题 实收资本确认和计量的基本要求 股份有限公司设的是股本 那对应的是资本公积股本一家 就是你接受投资时是这样 非股份有限公司是实收资本 那对应的是资本公积的资本一家 这就没有问题 那具体核算的一些要求 不用过多的关注了 你比如说你核算的时候 你不能说投机完之后想撤资就撤资等等 这不管它 第二个实收资本增减变动的会计处理 那就涉及实收资本增加 实收资本减少 增减变动 而第一个 企业增加资本的一般途径 第一个将资本公积转为实收资本或股本 比如说我们经过一定的程序 增资 把原来资本公积减少 增加实收资本 非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增加股本 那这是一个增资的途径 实收资本增加的途径 第二个将盈于公积转为实收资本或股本 我们知道这样的转换 所有者权益组合没有发生变化 因为都是所有者权益内部的 第三就是所有者投入 那当然也会增加所有者权益 第二个股份有限公司 以发行股票鼓励的方式实现增资 股份有限公司 可以发股票鼓励 比如说实送时 而这种方式在上市公司也比较多 发股票鼓励呢 当然给一些投资者的感觉是公司挺好 事实上来说 对于公司来讲并没有付出什么 当然发文股票鼓励 理论上股票的价格相应的会下降 比如说实送时的话 理论上原来每股股票的价格20块钱 现在每股股票变成10块钱 而事实上不是 事实上它有炒作的成分 原来股票每股是20块钱 如果说有实送时一出来之后 可能炒的每股现在的价格变成12块钱 都有可能 就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时 你不用做任何处理 等到实施时 我们借利润分配 转做股本的普通国鼓励贷股本 大家都知道利润分配 都明细的最终都转到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里面去 所以实际上最终这笔分路是相当于 把未分配利润减少股本增加了 那所有者权益的总额也没有发生改变 第三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 行使转换权利 这个问题其实在前面也不止一次的谈过 我们把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换部分账面价值给充了 原来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时 权益成分供应价值也给充了 那就充应付债券的 其他权益工具 但是这样我们上一章谈到说 利息也可以转股 原来利息没有付 应付利息也要充了 按照转换的股数 代方代股本 差额就是资本供给股本一价倒几 第四 企业将重组债务转为资本 比如说债务重组 原来是一项负债 现在不还了 我们不需偿还 不用还的时候呢 就把它变成股东了 会计处理师把原来的债务给充了 像借记应付账款等 那代方按照这部分股份的供允 反映到实收资本 资本供给资本 或者是股本 资本供给股本一家 这是债务重组内容相关的 因为实收资本反映的数字 是在注册资本中享有的份额 股本呢 是按照股数 每股一块钱来反映 但我们这部分抵债的股份 应该反映它的公允 公允跟实收资本 或者股本不一致的差 反映到资本供给的资本一家 或者资本供给的股本一家里面去 那这一部分 股份供允跟应付债务的差 是一项债务充足利得 寄到营业外收入里面 这么个过程 第五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行权 那股份支付里面呢 倒是会谈到 有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还有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最终是股本 给人家股票 那等待期里面确认的 费用同时对应寄到资本 攻击其他资本攻击 一旦要进行结算时把他给冲掉 如果结算时 比如像股票期权 还需要激励对象给我们现金 那你借方再会有银行存款 如果白送的话 好了借方银行存款就没有 代方代股本 差额就是资本攻击股份一家 这是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这节课 谈的一块是权益工具金融负债区分的内容 这部分内容总体来说是比较复杂 你掌握一基本的概念 反正我们考试这么多年 基本也没怎么关注过 出也不会搞得太复杂 你就围绕着是不是能够避免支付现金 如果不能无条件的避免金融负债 你要能避免的话 权益工具 主要围绕这个来看 然后就谈到失收资本 失收资本增加了一些途径 其实这一部分与我们很多章节的内容相关 有的是复习性质的 有的内容可能现在还没有介绍到 后面相关的章节还会设计 比如债务充足 五分支付 这都是后续章节的内容 那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